马上开业了 查理情况怎么样 都是些琐碎的事 你知道了 头都会大的 但你放心 这些事交给我处理就好了 如果有什么大事 让你出来签字 你才出名 靠谱 现在知道了吧 我这个人 最大的优点 就是实用 九可姐 龙局长来了 龙大局长 这么晚跑过来 也不嫌冒昧 不好意思 这么晚打扰了 你知道打扰了 你还要来 我想跟九哥单独谈谈 有关于 关叔叔的事情 九哥 我去给你准备 洗澡水 你说话快点 别耽误他休息 坐吧 我身负的案子调查清楚了吗 还不是完全清楚 不过我发现了一些疑点 你绝对想不到 当年负责 关叔叔案子的第一负责人 不是林局长 是冷是难 他 他已经是警察 不错 而且 他还跟邻居长共事过 在此案之后 他一路平步青云 飞黄灯塔 本来嘛 他娶了前海关监督 冷中文的女儿 冷若秋 这个冷中文 一直瞧不起他这个女婿 不但如此 还连通冷若秋 一起赶出家门 不过 就在此案之后 冷中文对他的态度 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甚至 还动用所有关系 为他的仕途铺路 你是说 周市长谋杀案 牵动很多人利益 不错 你放心 我会继续追查下去 拜托你了 应该的